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又是新的一期上手的这个节目 我们来聊一聊刚刚发布开售的坚果R1 那么现在手机市场呢 同质化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用更多的上手的机会呢 来给大家分享我们对于手机的这些观察和体验 当然你要知道我们做的上手一定是比市面上大多数的上手 信息含量和密度都是要更高的 那么R1呢是我们在发布会之后第一时间抢购的这个零售版 所以说这次上手的时间呢比以往稍晚了一些 可能也是我们唯一一个不能第一时间首发的这个手机了吧 历史原因啊这个大家都懂 那么这几天我们用了一下 赶紧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看法 那么首先呢从拿到手机之后 我们第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R1的这个外观设计呢和这个兼锅Pro2 它的整个设计语言和这个采用的元素 基本都是一个模子里边出来的啊 比如说像这种相对方正的这个机身造型 顶部居中的这个前置摄像头和隐藏式的这个听懂的设计 灵力的这种棱角和这个边框中央的这种吸线 以及下面这个扬声器的这种长条形的开孔啊 还有像这个logo的指纹识别等等等等吧 就是浑身上下你能找到的这种带有视觉识别性的元素 几乎都是在兼锅Pro2上我们看得到或者是说看到到影子的 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说R1呢也完全保留了这种 这种圆形的侧按键 从这个Pro2的这个用户的反馈来说的话呢 这个机身强度呢带来了一些缺陷 导致整机呢比较容易弯曲 那么这个R1呢这一次有点这个知难而上的意思啊 短短几天的这个使用 还是看不出来这个机身强度到底怎么样 毕竟我们也没可以摔它是吧 所以说长期的这个使用感受 可能要多关注一下更多用户的这个反馈 不过R1呢无论是定位还是内部的设计呢 其实都有很多的不同啊 所以说照搬Pro2的地方呢 如果说太多的话呢 这个说法也说不过去 因为R1的外观的变化呢 是比也比较多 除了最明显的这个叫做美人尖啊 我叫独眼龙 我们同事叫美人尖 以及这个全面屏之外的话呢 R1的这个细红线相比于坚果的这个Pro2呢 更多了一些金色的感觉 那么背面的这个玻璃呢 采用了更加明显的这种圆弧处理 缓和了原本就有一些锐利的这种手感 摄像头虽然说还在左上角的位置上呢 但是因为这个硬件的加强 也变得有些突出了 也没有再用这种隐藏式那种辐射的设计 那么至于指纹识别的话呢 因为装的我们这台手机上是略微歪了一丢丢啊 看起来就有比较明显的这种镶嵌的感觉 但是在颜色上 它跟机身整体做了一个调整 和这个处理看上去呢 一体性呢也确实更强一些 那么此外呢 你还要发现几个有意思的地方 你比如说这个听筒 虽然说熟悉的这种隐藏式的开槽 但是真正的开口 只有当你正面看着手机的时候 它靠左边的一侧 那么其他的右边这部分呢 其实是为了一个视觉上的对称 我们推测其实是跟这种 横向的这个摄像头的模组的排列 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啊 那再比如说屏幕 虽然说上方采用了这种 圆角形的这种设计 但是呢下方这个部分呢 依旧是直角 使得整个机身的轮廓的话呢 就欠缺了一些和谐感 那么相比之下 坚果Pro2看上去 还是要更好看一些 可能协调地方更多 所以整体看下来的话呢 R1的这个ID呢 大体还是基于Pro2的思路 依然按照产品定位和原器件呢 进行了一些调整 那么从这个机身色彩啊 弧面玻璃等等看得出来 有一些新的思考 看多了一些这种大众化的产品呢 你觉得R1呢 确实是挺提神的 所以说从这种设计的独特性 和差异性来说的话 我觉得R1确实还是有它独特的价值 但是至于美丑的话呢 我们就不评价了啊 这个还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那么屏幕方面的话呢 坚果R1搭载了一块 6.17寸的Incel LCD的面板 那么分辨率呢 是242×1080 比例呢 是18.7比9 那么支持了这个压杆操作 相关的供应商呢 有台湾的这个群窗光电 我们也测了一下 这块屏幕的这种客观数据 手动的最大亮度的话呢 是这个400尼特左右 没有激发这种亮度的设置啊 所以说最高就是400多 但这个对于LCD来说的话呢 我们认为确实是比较一般了 要知道这个坚果Pro2还有500多呢 对吧 还有就是我们测试一下Delta-E的数值 那么对于P3色域的话呢 Delta-E肯定这个值是越来越小越好的 但是它的平均值达到了这个4.6 确实算不上特别出色 而且没有其他的这个颜色模式可以调节啊 这对于旗舰产品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不太够亮眼啊 那么整体看上去的话呢 没有满足我们对屏幕的期待 因为这个屏幕的素质 其实在整个行业今天来说的话呢 已经是达到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了 而且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这台手机特有的问题啊 屏幕上呢 还有这种大量明显的斜纹 尤其是在这个亮度比较高的时候 从这个纯色的背景上呢 其实是比较能容易看得到的 对于观感呢 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说我们认为 我们这台手机的屏幕的质量 确实是比较的突出 那么硬件方面的话呢 坚果R1的这个搭载了高通骁龙的这个845的平台 6GB的起步的这个LPDDR4内存 那么这个64GB起步的这个UFS2.1的这个闪存 还有双通的这个WLAN四乘四MEMO LTE 所以毫无疑问呢 这些我们认为最核心的配置和器件上来说的话呢 都是这个旗舰的水准 那么我们也测试了一下这个CPU的稳定性 整体来说的话呢 还不错 但是GPU的表现呢 则比较一般 持续运行的时候呢 会有这种上下震荡的情况 体验的话呢 还是不太够稳定 那么系统方面 这个坚果R1呢 搭载的是自家这个Smartism OS OK 这个也是不出意外 那么版本号呢 是去到了6.0 那么这个Smartism OS呢 是基于安卓8.1 但是这种UI风格呢 相比之前锤子历代产品的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功能上的亮点呢 更新在于和坚果的这个配合上呢 实现了这个Force Touch 通过对这个锁屏文字照片上进行这种大力按压 来调取各种拨接操作 不过从我们的体验来看的话呢 R1的这个屏幕的压感呢 其实不算灵敏 把力度呢 调到最低 就是让它最敏感的时候呢 按起来其实也比较费劲 和这个iPhone比的话呢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 这个Smartism OS 6.0呢 还是顺应了目前整个行业的这种潮流和趋势 做了很多的功能的补足 你比如说带自动的这个HDR AI的美颜 基于人脸识别 技术中相似的整理 还有这种游戏模式 等等等等 以及这个默认开启的这种隐藏的这种美人间的功能啊 那么R1呢 也确实和安卓的其他的旗舰相比起来呢 少了一些实用的功能 你比如说蓝牙的音频只支持到最基本的这个SBC的这个编码 没有支持USB共享网络的功能 也不支持通过WPS连接无线网络等等等等吧 好在这个罗永浩呢 已经表示了 这个apt的这个X蓝牙音频和这个USB的共享网络功能 会在日后的软件更新当中逐渐加入 那么届时呢 R1可能就是锤子历届这个旗舰产品当中 第一款支持这些功能的产品了 过去呢 基本上是从来不跟进 从来也不支持了 那么相机方面的话呢 这次坚果呢 是搭载了一个1200万像素和2000万像素的这个像素组合 后置的双摄 其中呢1200万的这种主摄呢 采用的是索尼的IMX363的这个sensor 单一像素大小的可以达到1.4mm 支持这个Dual Pixel的这个对焦技术 还有这个四轴的光线防抖 附射呢 采用的是这个索尼的IMX350 单像素面积的话呢 去到1mm 那么输出的照片呢 也是彩色的 所以它没有用这种 这个彩色黑白的这种搭配 那么单从核心意念的这个参数配置来看的话呢 锤子这一次可以说是下了血本了 但是呢 缺了什么呢 缺了双色温的这个闪光灯 缺了这个镜头呢 不能过滤红外线 还是比较令人遗憾的 毕竟啊 如今比它便宜的机型 这些东西也都有了 至于成像效果的话呢 RE这一次加了这个照片水印 说明对于自己的这个照片的效果呢 还是比较有自信的 当然我妹拍了一下 做了一些实测的这个测试 在光线比较充足的情况之下 坚果RE的发色呢 是非常鲜艳的 它的宽容度呢 要比这个iPhone 8 Plus呢 稍微差那么一丢丢 那么通常情况之下 RE的曝光呢 也要比iPhone会略低一些 高光部分的还原呢 有时会好一些 但是暗部的表现呢 就明显有这个比较大的差距了 因为它这个曝光度不够的话呢 它的辨识度也确实低了不少 RE和坚果Pro2去对比的话呢 你会发现 这个RE的曝光倾向 和这个过去的锤子产品 基本上是一致的 宽容度的进步呢 在这一代 RE上面是比较明显的 整体的观感 有着相当幅度的提升 如果你放大去看的话呢 RE有非常不错的解析力 而且好在这个纯净度啊 比这个iPhone呢 更好的同时呢 也没有明显的去丢失 很多的细节 再加上这个色彩的 它这种鲜艳度的提高 让整个内容的这种辨识度 有了比较好的这种体现 可见RE的细节还原和观感呢 都还是不错的 对比它之前这个坚果Pro2的话呢 那个提升呢 就会更加明显了 那么到了夜间的话呢 RE的这个曝光呢 是要比iPhone更低的 那么通过这种牺牲 暗部细节的这种倾向性 更好的还原这个高光的部分 实际上观感呢 还是比较不错的 对于这个招牌啊 灯箱啊的控制呢 都要比iPhone更好一些 换成和这个Pro2对比的话 RE的宽容度 也有明显的这种领先 和这种提升 整体的观感呢 和Pro2相比起来 提升是比较大的 那么放大一点看的话呢 和白天一样 RE的细节还原呢 也还不错 那么兼顾了纯净度的同时呢 这个色彩也很好的 也比较到位 除了这个暗部细节 比iPhone有了比较大的差距之外呢 其实整体来说的话呢 我们认为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那么此外呢 这个RE的HDR效果呢 也非常值得一说 但是呢 就没有之前所谓的这种 非HDR正常出片的情况下 那么好了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呢 RE的这个HDR呢 对整张照片呢 是进行了这种无差别的提量 在这种光线充足 或者光线复杂情况之下呢 这虽然对于暗部 有一定增加效果 但是对于整个照片的观感 提升显得非常的不自然 动态范围呢 相比这个iPhone的HDR呢 还是有距离的 然而到了夜间之后 你会发现这种HDR几乎只能 我觉得在锤子上面 是有点帮倒忙的意思 不仅是让画面本身 观感很奇怪 这个高光区域呢 会出现过曝的情况 而且噪点呢 也会大幅度的增加 那么有些场景呢 甚至不用放大 你就能看到这个很多的噪点 明暗的细节呢 都有严重的缺失 那么色彩还原呢 也不够到位 相比之下的话 坚果Pro2的这种观感呢 要比RE可能要这个正常很多了 因为因此呢 我们建议这个坚果的这个RE用户 在现阶段 你尽量不要开启HDR OK 所以总而言之呢 这个坚果RE呢 不开启HDR的时候 成像水准 我们认为还是不错的 不仅和这个Pro2比 有很大的提升 和这个标杆旗舰 我们认为和iPhone去对比的话呢 差距也小了很多 但是因为HDR的问题 导致这个坚果RE的拍照呢 目前我就整体上来说 还是没有办法和主流竞品 去正面去抗衡的 因为毕竟我们看到很多的产品上面 HDR对于这个夜景的拍摄 以及整个相机的可用度上来说 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 那么此外呢 RE开卖没几天 就爆出了这个摄像头盖板磨损的问题 我们呢也遇到了 确实是 这个我们手上这台RE呢 划痕非常清晰的可见 即便是现在几百块钱的手机 其实这种缺陷已经很少见了 那么讯航方面的话呢 坚果RE呢 搭载了这个3600mAh的电池 在同家位的属于这种主流的水准 我们实际用下来的话呢 一天一充 还是可以满足的 标准的这个充电头呢 常见的这种18瓦的规格 但是支持高通最新的QC4 Plus协议 在目前市场上呢 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 跟进的比较快 那么我们也测试了一下RE的这个充电的功率 发现采用原装充电头加充电线 最大的时候呢 只有13瓦 实际的这个充满的话呢 接近一小时40分钟 而我们把这个第三方的 QC3.0的这个充电头 和USB的这个PD的充电头 或者这个原装充电头 换到这个Type-C 转Type-A的这个转接口 过渡一下再充 你会发现 它这个成绩都要亮眼很多 那么最大的功率呢 就能超过这个17瓦 所以说这个目前情况来看的话 我们不建议RE的用户 去用于这个原装的配件 组合来去充电 那么此外呢 因为这个QC4 Plus的这个协议呢 这是基于这个USB PD 3.0的 因而呢 在这个理论上来说呢 它也可以给这个iPhone iPad这些设备的支持去快充 测试之后 我们发现给这个10.5寸的iPad Pro 充电的话呢 可以达到17.5瓦 这个充满iPhone X的话呢 也能达到16瓦以上 最高的时候呢 甚至能放到18瓦 这可比苹果自家的快充头 数据多好啊 而且考虑到这个充电头 锤子这个只卖59 可见对于苹果的用户来说 它的性价比还是相当不错的 建议大家这个可以入手一下 应该是苹果目前市场上 最具性价比的这个充电插头了 那么坚果的R1呢 还支持快速的无线充电 官方宣称的话呢 最高可以达到10瓦的传输功率 那么我们也测试了一下 采用第三方的这个无线充电板的话呢 它的这种线上的这个输入功率 最高可以达到9瓦左右 考虑到无线充电 它还有损耗 对吧 所以进入电池的大约 可能也就只有6瓦 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 你会发现坚果R1的无线充电圈 它的位置呢 很偏很奇怪 在机身背面 中间下部偏左一点的这个位置上 所以说一般常见的这种充电底座的话呢 很难 无论它是立式的 还是这种躺着的 还是趴着的等等等等吧 都很难在非常轻松 很正常的这个状态之下 迅速的进行对接和充电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呢 不管它是要实现10瓦的快充 还是要正常的对准使用 都需要买这个锤子自家的 这个售价299的无线充电的底座 去年的话呢 我们体验完了这个坚果Pro2之后 我们给它的评价还是不错的 因为比起锤子以往的产品呢 它采用了更加主流的这种产品思路 好像看起来东北话 就没那么夹糊了 对吧 而且定位呢 也不高 那么论性价比的话呢 也有很强的这种市场竞争力 实际的市场的表现 也确实不错 成为了这个锤子历史上最畅销的手机 一点点把锤子呢 逐渐向正轨去拉回 可能也是靠着这个坚果Pro2的表现 锤子才真正的实现了盈利 然而到了这个坚果R1这边的话呢 我觉得情况可能又不太一样了 表面上看起来 它好像成功吸取了一些Pro2的成功经验 你比如说一脉相承的ID啊 核心参数上的这种性价比啊 甚至在拍照方面的都有所进步 但是骨子里面 却还是以前锤子这种状态啊 所以从我们的体验结果来看的话呢 而一个方面都有一些很难理解的缺陷 你比如说包括屏幕的这些整体的素质 包括摄像头的盖板 HDR系统功能等等 仍然像是一个刚入行的新手的这种厂商 去犯的一些错误 而非在行业当中 已经打拼了四年半的这种厂商啊 所以说我们很多地方是比较难理解的 而且与这个2000档的这个Pro2不太一样 这些缺陷对于一个3000以上的旗舰而言的话 破坏力也可能要大很多 那么解决起来的话呢 我觉得这种影响可能也比较困难 说的再简单一点吧 就是R1来看的话呢 锤子还是以往的锤子 长处不长 短处呢太短 在特立独行之外之下呢 我觉得可能依然是有一些 很多不成熟的地方 觉得产品本身的这种扎实的程度 还是比较欠缺的 此外呢 以锤子目前这种面向核心用户 和死忠用户的这种定位来看的话呢 它的这些低级的错误 可能会被这些它的核心粉丝所包容 而这些所谓的这些特立独行的这种东西呢 却很难我觉得让去打动这种中立的消费者 所以说呢 虽然说我们认为它有一些比较低级的错误 但是我觉得它对它整体的市场销量的话呢 反倒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 但是 同时也意味着 它想要突破固有的这种传统的出货量的 这种瓶颈的话呢 我认为也不太可能 所以说我们认为 做出这种扎实靠谱的产品 逐渐去倾听更多普通消费者的用户 不要老活在自己的意识形态里面 这点可能比较重要 但同时如何在这种向主流用户去靠近 以及在这个产品的这种独特性上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觉得这可能是做一家商业机构 一家公司最最考验这种创始人艺术性的所在了 而像现在这样继续局限于一种 比较局限的这种视角和这种产品的 有点自娱自乐的感觉上来说的话呢 只能是不断重复狼来的一个故事 对吧 那么大众的消费者 中立的消费者 自然会和它更加的疏远 而且今天整个这个手机市场呢 当中呢 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残酷的零和游戏 就是我多卖一台 别人就会少卖一台的情况之下 想要再脱颖而出的话呢 会更加的难上加难 所以说呢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就先暂时到这儿 更多的科技称呼方式的东西的话呢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ZERO.com 以及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ZERO中国 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订阅号 当然还有我的 个人微信 个人微信 个人微博 个人微博 个人微博在这儿 是吧 搜我的这个用户的ID OK 好了 我们下次的上手和体验的视频呢 我们再见 Peace 我们下手和体验的视频